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蔓延 为支援一线医护人员抗击疫情 2月18日 香港滴市总会青年联合会组织成立爱新抗疫车队 义务运送抗疫物资及接送一线医护人员 香港滴市司机从业总会秘书长黄大海介绍 此次活动首期将投入100部滴市参与爱新车队 主要负责运送抗疫物资及协助接送一线医护人员往返医院等义务工作 有一百部的士参与我们第一期活动 大概为期两星期 服务时间就7点钟 早上7点钟至到晚上6点钟 我们开放了一个热线电话和社交媒体 和一个手机营养程式 方便有医护人员 我们发现医护人员在这次抗疫里面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们这个行动就专门给医护人员拿来call check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部爱新低视车身都贴有抗疫低视医护人员专用的标识 参与爱新车队的司机林桂明表示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医护同行 也为抗疫出一份力 因为有些我知道有一些在街上的司机都看到医护都不敢 不敢载他们或者怕感染他 因为现在我们疫情都 医院人都挺多感染嘛 但是他始终要回家 比如说回到医院去工作 很多需要我们这种去保护他们的 那期待疫情快点过去吧 很想过分一点正常的生活吧 对吧 一起努力吧 据悉 该爱新车队司机会接受专门培训 工作时需按要求全程穿着防护衣和佩戴口罩 开启低视车窗 并且每日需做一次核酸检测 该活动为期15天 有需要的医护人员可以拨打专线 或使用流动应用程序 香港爱新低视预约轿车 那么我们希望就疫情快点过 那么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的士司机就想表现 跟全线的医护人员站在一起 我们是夸界别 一起同身同德来抗疫的 这个是我们的口号 同身同德 一路有我 那么希望就全港市民 大家一起一条身 一起就全民抗疫 我们是对香港 战胜Omicron这个疫情 我们是有信心的